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音 你们不要为自己找任何理由和借口 每个人都有智慧 当你愿意去了解一件事情 你对他的认知就会越来越深刻 这就是一种智慧 如果你对他漠不关心 你永远都不能了解他 比如冷气机你懂吗 种花你了解吗 只要不关心 你就不懂 你只要对他特别关心 不断去突破 了解 其实你就有这方面的智慧 一般人学般若 般若比较偏向于智 你说 我学佛学这么久了 为什么没有智慧呢 因为你对智和慧 都分不清楚 但是你说它很难 其实也不然 如六族所言 圆满抱身 适入之智 其实每个人都有智慧 只是看你迷得深还是浅 很多人以为看看书就有智慧 那是错的 他错把知识当智能 书读一读 你有知识 知识不等于智能 但知识跟智能是有关系的 比如你读完了谈经 你可以这么说 我现在增加不少知识 并非读完谈经 就增加了智慧 学佛的人 有分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信徒 他不懂道理 但他就是很诚心诚意 不断参加法会 共修或拜颤 第二类 就是不断听师父讲课 开示 听一些佛学的知识 概念或经典讲解 听久了就具备佛学的知识 第三类人不是佛教徒 但他自己到书局去买一些佛学 或产宗的书自己学 自己看 到最后也是增加了知识 说不定有的同学不但有知识 也有了经验 即透过这些知识去练习 比如我告诉你 当你心很乱的时候 你可以念佛 你果然就会去念佛 当我说你心很乱的时候 你就静坐 你就去静坐 只不过有的人经验比较深刻 有的人经验比较浅薄 你这样一直练习 你也发觉到你会遇到平静 你虽然学习佛法 加上不断演练 练习 操练或修行 但你觉得好像用不出来 只要用不出来就没有会 你做的大概都是偏向于事项 但是你没有办法彻底用出来 或是内心有疑问 障碍 瓶颈 就是你一定对这个道理不同透 你不会煮菜 比如 不会煮婆麻豆腐 麻婆豆腐 假如你一定要煮 那怎么办 不会就学 学习的管道来自于哪里 比如 你到书局去买一本食谱 打开第一档 他就教你怎么煮 告诉你要用传统的豆腐 要用多少汤匙的盐巴 酱油 都写得很清楚 你读完 就具备煮麻婆豆腐的知识 这里你不见得会煮 你要下厨去试试看 假如你要煮一百遍就会煮 那应该很有把握 应该不用再边煮边看了 甚至也不用汤匙 用手就可以抓进去 这时 你应该会有自信了 你认为你会煮麻婆豆腐吗 你们应该也是这样想 可是 你煮出来一百零一遍的麻婆豆腐 拿给我们吃 我们会觉得好吃吗 不一定 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 食谱 应该不会教你对不同口味的人 应该怎么煮 但你们学东西都很喜欢这样学 师傅 你就详细一个一个跟我们说 我是没有办法这样跟你讲的 要突破 你应该怎么办 去了解每个吃菜人的口味 这样 你才能用出来 否则 你学的东西不实用 你会应用 会变化了吗 比如 你煮的麻婆豆腐已经被人夸奖了 它才能算好吃 但是 你可能只会煮荤的 却不会煮素的麻婆豆腐 万一你食材不够 你会不会变化 你会煮麻婆豆腐 你能否从这道菜 演变出 演变出麻婆红烧狮子头 一直 衍生下去 文后思维 你愿意将法意不断去体悟实践吗 心平 何劳持戒 行职 何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大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 生命中的遇见